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仙侠剧开拍 黑沙红唇美艳霸气 和陈飞与CP感不及未哲鸣 迪丽热巴是当代最剧人气 与实力的女演员之一 凭借独特的魅力 精湛的演技以及对角色深刻的理解 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众多 令人难忘的角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的迪丽热巴更是叙事待发 虽然没有播出新作品 但进组不断 揭拍了多部高质量的新剧 手握多部带播剧 和金氏家主演的 现代行针打拐剧《利剑玫瑰还没播》 和陈兴旭主演的现代悬疑至怪剧《萧起青》《攘刚杀青》 如今又无缝禁组新剧了 今年的迪丽热巴是真的很拼 新剧是古装剧《穆虚词》 根据晋江文学成小说《白日提灯》改编 讲述了龟须最强女领主和身世 沉迷得少将军互通无感 命力相连 携手守护美好人间的故事 迪丽热巴扮演万灵之主赫思慕 在修慕觅食时遇见了陈飞宇扮演的小将军段须 两人互相试探 赫思慕了解段须黑暗过往和志向 段须发现了赫思慕的坚守和孤独 凡人和恶鬼以爱意抵抗时间洪流 设定上就是男主比女主小400岁 选角上选择了比迪丽热巴小8岁的陈飞宇也很合理 官博晒出了迪丽热巴暗黑戏穿搭装造 黑纱红唇 神秘又魅惑 美艳又霸气 完全就是女王 说到在下不才 万灵之主赫思慕的时候真的超欸 迪丽热巴算是找对赛到了 前有萧启清壤的暗夜玫瑰聂九罗 高马尾蝎自便 兜萨爽带感 手起刀落的镜头氛围感十足 外表冷漠 内心丰富 长相美艳 武力值极高 和外表欲解的迪丽热巴真的很适配 和陈兴旭的严拓就是双强 如今和陈飞宇扮演的段 虚也是双强人设 万灵之主X少年将军 加上归虚灵界和烟火人间的两界 设定很有看点 迪丽热巴和陈飞宇都是农言戏长相 俊男美女配一脸 除了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还有魏哲明和张力 魏哲明这两年播了一时来部剧了吧 不是男一号就是男二号 刷足了存在感 现在人气也上升了 前不久才拍完国色芳华 如今又拍一部古装剧《环都市男二号》 禁组不断 资源很好 本来觉得迪丽热巴和陈飞宇有CP感了 但看了魏哲明 怎么感觉他俩更般配 张力也是古装女神 在风起洛阳美到不少人 带播剧还有唐烟主演的念无双 配角阵容也都演熟 高寒演过《星汉灿烂》 《乐游园你比星光美丽》等剧 杨希子是《零零后小花》 演过《琉璃山河月明》 刘东沁也演过《乐游园》 还演过《以爱未盈》 赵逸钦演过很多短剧男主 于正旗下艺人 现在也开始接长剧男配了 古紫诚又是《一味零零后》 演过《烈焰》《蓝龟喜事》 《严心记》等热播剧 带播剧有《国色芳华》 《白色橄榄树》 《何谓哲明》也是二搭了 丁佳文就是长相思的 入收清平乐的 曹平大理寺少青 由得崔贝 演技很好 演啥是啥 还有大家熟悉的《安月熙》 演过《花千古堂宝》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扫心》 且是天下华纯然等等 小家碧玉的古装美人 演技很好 还有一个《零零后新人炎碧果》 没有名气 尝得不错 古风写真很有味道 这部剧还真是全员高颜值 迪丽热巴本身拥有高人气 有着不错的仙侠剧《十季》 两部仙侠剧全部是年关和尚财报的 暴剧《三生三世枕上书》 是网播量所有剧年关 腾讯拉新年关 与君出相识是优酷双云集军年关 拉新四年关 这部目虚辞 还是很看好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